现在我们看到联合报的焦点 根据联合报最新民调 云林县的选情是呈现五五波 李静勇获得三成一选民支持 另外呢有三成则是力挺张力善 而选战也就这样陷入胶着 根据最新民调李静勇呢 他是以31%的支持度 稍微领先对手张力善的30% 不过双方的差距只有一个百分点而已 而且呢目前也还有 38%的选民是还没有 推定要投给哪一位参选人的 另外在看好度方面 虽然李静勇的民调微微领先 但却有三成选民觉得张力善 当选政党的希望比较大 胜过李静勇的两成四 蓝绿选情可以说是难分高下 另外呢有四成六的民众 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谁可以当选 那最后是支持度的交叉分析 李静勇虽然在男性选民当中 领先张力善九个百分点 不过却在女性选民上输了七个百分点 这双方看来是各有拥护者 而在政党差异上呢 李静勇他获得七成三的 绿营支持者的青睐 而对手张力善 也有七成五的蓝营支持者的力挺 那两人在政党的基本盘上 可以说是实力相当 不过在中立选民当中呢 张力善是以两成五的支持度 胜过李静勇的两成 所以看得出来这一战打到现在 是打得难分高下 而这份民调呢 是在95%的信心水准之下 抽样误差 最大是正负三个百分点以内